叶孝他们村有个习俗 凡是男子长大成年 都会在18岁生日当晚 由自家嫂子开光 自家没嫂子的 就只得求别人家的嫂子 不过得给人家挂红冲洗 再搭上一笔树木不小的钱 叶孝是个傻子 再过一个月就是叶孝18岁生日 叶孝嫂子阳脉 身高1.65米 身材娇好 肤白貌美 是全村男人的梦中情人 三年前 他哥把他嫂子带回家时 惊艳的全村人 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哥嫉妒 羡慕恨的 可惜他哥无福消瘦 跟他嫂子结婚还不到一年 就生了场怪病 日渐消瘦 命归皇权了 也就是那一年 叶孝忽然成了傻子 村子里的人都说 叶孝是跟他哥兄弟情深 太思念他哥的傻了 只有叶孝自己知道 他不是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我是主播文辉 接下来继续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 他嫂子最近老是走神 经常跑到他哥坟边 又是看着天边的晚霞发呆 又是抹眼泪 全村人都知道 他是想他哥了 他更是为即将要给叶孝开光 感觉到委屈 凭他那么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子 怎么可以让叶孝一个傻子给糟蹋了 叶孝妈心里也过意不去 没少安慰他 还让叶孝一定对他嫂子好 听他嫂子的话 要是上天眷顾 开光之日 他嫂子能怀上身孕 那就再好不过了 从此以后 他都会把他嫂子当祖宗供着 哪怕他嫂子要离开他们家 等生了孩子 叶孝妈也会给他自由 就算不能怀上 他也认命 只能说是天王他们叶家 绝对不会有半点怪罪他嫂子 他们村子的习俗 开光只有一夜 一夜之后 两个人如果还纠缠不清 是会被千夫所指 淹死在全村人的口水里 甚至被沉猪笼的 叶孝妈和全村人一样 半点也不认为叶孝这个傻子 还能有机会娶上媳妇 他便把所有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了他嫂子身上 寄托在了他嫂子 给叶孝的开光之夜 从这天起 叶孝的生活就有了大大的改善 叶孝妈把家里最好的 最有营养的 全都给了叶孝 还让叶孝多吃点 说吃了有力气 他嫂子偶尔会在没人的时候 悄悄地往叶孝的腰下飘 一双又大又明亮的眼睛里 漂浮着急许像是忧伤 又像是厌气的复杂之色 叶孝还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村西的无力 最近跟他嫂子接触比较频繁 记忆中 叶孝变成傻子后 他就没再来他们家串过门 最近 居然隔三差五地往他们家里跑 更奇怪的是 他偶尔还会跟叶孝说几句话 叶孝妈看得又是一阵欢喜 又是一阵哀伤 连连叹气 说要是叶孝 没突然变成傻子该多好 没变成傻子之前 无力没少跟在叶孝屁股后面转 甚至 还完全不顾及女孩子的矜持 不止一次悄悄地 私下里向叶孝表白过 叶孝妈这样说的时候 无力也不说话 只是似是而非地笑 叶孝妈刚一转身离开 无力便皱着两丸绣眉 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急咽气地瞪叶孝 叶孝却是抠抠鼻子 瞬息着手指 对她傻笑 她便不再理叶孝 只跟她嫂子很随意地聊天了 叶孝便跑一边去玩泥巴 不过 叶孝眼睛的余光却注意到 每次她离开的时候 都会悄悄地塞给她嫂子一张纸条 一转眼 便是好几天过去了 无力跟她嫂子 接触的时间更频繁了 不仅经常往叶孝家跑 就连她嫂子去地里干农活 去河边洗衣服 她都会假装经过 上前聊上几句 她眼里时不时还会流露出极许焦急之色 有一次 叶孝清清楚楚听到她问她嫂子 难道 你真的就打算再也不见她 叶孝不知道无力说的她是谁 但 叶孝眼睛的余光 分明看到她嫂子当时便愣愣的 眼神特别复杂 似乎在矛盾纠结着什么 从此 她嫂子也更加经常一个人出身 一个人跑到她哥的坟前 流着泪 对着天边的晚霞发呆 一日 她嫂子去河边洗衣服 刚到河边 无力便也端着一盆衣服去了 她嫂子满是泡沫的手 揉搓着一条内裤 这是傻子的吧 连这种东西你也给她洗 你就不嫌脏 无力蹲在她嫂子旁边 一脸咽气 她嫂子低头不说话 飘洒的长发间 那张漂亮白金的脸飞出两抹羞红 一双满是泡沫的手 更加搓洗地用力了 姐 我不容许你这样糟蹋自己 她一个傻子 何德何能 无力竟然生气起来 一把从她嫂子手里夺过那条内裤 她嫂子愣住了 叶笑却在一旁抠抠鼻子 瞬息着手指 傻笑 傻子 自己弄脏了的东西自己洗去 无力更加气不打一处来 将那条满是泡沫的内裤 狠狠地砸向叶笑 叶笑没有躲闪 叶笑依然只是瞬息着手指傻笑 无力的手法不准 那条内裤没砸到叶笑 反而掉到了离岸至少三米以外的河里 无力 你怎么可以这样 她嫂子有点急了 一条傻子穿的内裤而已 掉水里了就掉水里了 你回去跟你婆婆 说是傻子自己弄丢到河里的 不就完了 无力半点也不屑 嫂子别急 我把她捡回来就是 叶笑却是傻笑着对她嫂子道 话刚说完 叶笑就脱掉身上仅有的短裤 扑通一声跳进水里 一个迷头扎向内裤沉下去的地方 叶笑隐隐听到 她嫂子和无力在岸上发出又羞又慌的啊的惊叫 叶笑再次突然从水里钻出来时 就近近地在她嫂子和无力眼前 叶笑光光的身子满是水珠 手里却多了条 刚刚被无力扔在河里的内裤 叶笑兴奋地叫着 嫂子 我把她捡回来了 她嫂子和无力却是愣愣地对着叶笑 至少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 莽双双慌慌地拿手蒙着眼睛 又是更加啊啊的惊叫 又是骂叶笑流氓 傻子 还不赶快把裤子穿上 叶笑傻笑着 把手中的内裤放进她嫂子跟前的盆子里 这才慢吞吞地 把刚刚脱下的短裤穿上 叶笑刚穿上 她嫂子和无力就把手从眼睛上拿下来了 叶笑严重怀疑 她嫂子和无力 其实一直在从指缝里偷看 傻子 臭流氓 还不快有多远滚多远 无力羞红着脸 特别厌气地冲叶笑吼道 弟 快回去换条裤子吧 她嫂子也羞红着脸 对叶笑道 叶笑没有擦拭身子 那条才刚穿上的短裤 很快便被身上大颗大颗下滑的水珠湿透 叶笑听话地转过身 抠抠鼻子 瞬吸着手指 傻笑着去往回家的方向 姐 你真要给她开光 被她这么个傻子糟蹋 无力问 叶笑没有听到她嫂子回答 又一日 无力来叶笑家找她嫂子 在她身后 居然跟着瑶瑶 瑶瑶和叶笑同龄 只比叶笑大十天 她们从小就玩得很好 同时她们村有史以来唯一的两个高中生 她们都考上了省城的重点高中 只是 如今她高三了 叶笑却因为突然生病 成了游荡在村子里的傻子 差不多半年没见上她了 如果 叶笑猜测得不错的话 她是因为再过十天就要开光的事 被她妈打电话 从城里的学校叫回来的 无力道 你跟她聊聊吧 瑶瑶道 安 如果 她没生病该多好 她一定会赞成我的 可现在 她是个傻子 我说什么 她也听不明白啊 聊聊总比不聊好 万一她听你的呢 好了 算我求你啊 我去找她嫂子去了 无力转身 进了她嫂子的房间 瑶瑶却是苦笑着摇摇头 勉为其难地看着叶笑 叶笑抠扣鼻子 瞬息着手指 傻笑着看她 也不知道 无力到底求她跟叶笑聊什么 叶笑 还记得我们以前 一起说过的话吗 你说过 要和我一起做 打破我们村封建恶习的第一人 十八岁生日 坚决不参加成人礼 不要嫂子开光 叶笑 我跟你说话呢 你特么别只是抠鼻子 吸手指 傻笑呀 爱 瑶瑶一声叹息 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终于选择了放弃 这天之后 瑶瑶再没来过他们家 但 叶笑不止一次看到 她嫂子在地里干活 或者去河边洗衣服时 无力带着她 悄悄地跟她嫂子聊着什么 这天 赶即日 叶笑妈一大早就去了镇上的集市 她嫂子让叶笑待在家里别乱走 她自己却是扛着锄头 去了后山的地里 叶笑在院子里玩了大半上午泥巴 叶笑妈还没回来 她嫂子也没回来 叶笑实在无聊 便去后山找她嫂子 叶笑一路抠着鼻子 损着手指 唧哩咕噜地自说自话 到的地里 却只见锄头 不见她嫂子 叶笑张了张嘴 正准备喊她嫂子 却听见不远处的大石头背后 隐隐传来说话声 叶笑向大石头靠了过去 别 不 不要 叶笑听到她嫂子道 呜呜呜 她嫂子话还没说完 便只有知无声了 像是被谁堵住了嘴 看起来 她嫂子是遇上坏人了 嫂子 我就你来了 叶笑大叫着冲向大石头背后 叶笑看到她嫂子 果然被一个男人抵在大石头壁上 那男人的嘴 还在她嫂子的嘴上乱啃 她嫂子猛地一把推开那男人 弟 你 你怎么来了 她嫂子表情慌乱 一边领着有些凌乱的长发和衣衫 一边红着脸问叶笑 怕什么 她不过是个傻子 那男人却是扫了眼叶笑 不屑地道 边说 又边伸过手来 将她嫂子往大石头壁上底 她嫂子更加羞红着脸 一边直喊不 一边挣扎着要推开那男人 叶笑却是傻傻地站在旁边 暂时 一动也忘了动 叶笑怎么也想不到 那男人竟然会是她 屋里有个哥叫吴松 吴松和他哥同龄 是他哥从小玩到大的好哥们 二十岁那年 吴松和他哥一起去了个 他们至今不知道 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打拼 三年前 他哥带着他嫂子回来了 成了全村人极度 羡慕 恨的对象 吴松却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判刑三年 锒铛入狱 成了全村人眼里的笑话和耻辱 眼前的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吴松 吴松竟然不知道 什么时候刑满释放回来了 他竟然欺负叶笑嫂了 当着叶笑的面也如此猖狂 叶笑回过神来 拳头捏得鼓鼓的 啊啊的叫着 就要冲上去帮他嫂子 他嫂子不等夜笑冲上去 便狠狠的在吴松的胳膊上咬了一口 吴松痛得啊的一声惨叫 嫂子从吴松的胳膊里冲了出来 吴松捏着胳膊 看他嫂子的眼神特别的复杂 他嫂子张了张嘴 像是要说什么 却又没有说 吴松却是恼羞成怒 咬牙切齿地向夜笑过来 一脚踹了夜笑个恶狗扑矢 很好 真是太好了 你竟然为了夜欢的地 一个傻子 咬我 吴松对他嫂子道 然后 转身快步恨恨而去 他嫂子对着吴松 很快就消失的远处 至少好几分钟才回过神来 忙一边上来扶起夜笑 一边问夜笑 怎么样 痛吗 还伸出一双指如包葱的嵌手 帮夜笑揉着 夜笑看到 在他的眼里 有晶莹剔透的泪水 就跟早上的露珠一样 夜笑莫名的感觉 那泪像是为夜笑而流 又像不是 不痛 嫂子 你哭了 弟没能保护你 弟一定会告诉妈妈 让妈妈帮你找吴松讨回公道 夜笑抬起手 一边帮他嫂子抹眼泪 一边傻傻的恨恨道 他嫂子慌慌道 别 弟 你听嫂子说 千万别告诉妈妈 任何人都不能告诉 不 我一定会告诉妈妈 一定会让妈妈帮嫂子讨回公道的 我不能让嫂子受欺负 夜笑傻 但态度坚决 别 千万别 弟 你听嫂子说 其实 其实 吴松刚刚没有欺负我 没有欺负你 我明明看到他把你抵在大石头上 他真没欺负嫂子 他只是让嫂子跟他玩一种游戏 玩游戏 可我明明听到你说别 不 既然你不答应 他还强行让你跟他玩游戏 他就是欺负你 我就要告诉妈妈 可你如果告诉妈妈 妈妈就会知道你被吴松踢了的事 妈妈就会怪嫂子没有保护好地 就会骂嫂子的 你真愿意嫂子被妈妈骂吗 这 好了 听嫂子的吧 就别把今天的事告诉妈妈了 还有 只要你不告诉妈妈 嫂子就会 就会 也跟你玩一种 你从没玩过的游戏的 啊 真的 我最喜欢玩游戏了 哼 他嫂子点点头 红着脸 忽然一把抓起夜笑的手 放进了他凌乱的衣服里 夜笑历时便有种触电的感觉 本来就是傻子的夜笑 整个人都猛了 大脑更加一片空白 从这天起 每天黄昏 夕阳染红半边天的时候 村西就会传来忧伤的笛声 夜笑知道 那是从吴松家旁边的大石头上传来的 这个时候 他嫂子便会诱在他哥的坟前 一边望着西边天上的晚霞 一边听着笛声 流泪和出神 一转眼 瑶瑶的十八岁生日便到了 全村人给他举行成人礼 月亮下 点起宫火 所有人都围着篝火跳舞唱歌 瑶瑶和他嫂子 被围在人群的最中央 比大家还跳得开心 笑得欢唱 瑶瑶低歌因为回避 提前两天便走村外的亲戚家去了 瑶瑶长得很帅的 又在省城的重点中学念高三 考上大学试版上钉钉的时 瑶瑶的嫂子红光满面 看瑶瑶的眼神 满满的都是欢喜 期待和柔情密意 只是瑶瑶嫂子的长相 却实在太对不起观众了 满脸的土质 包牙 嘴还有点歪 身材更是又矮又臃肿 整个村子的媳妇 如果说她是第二丑 便再找不出第一丑来 瑶瑶那么优秀的一个男子 居然对她嫂子没有半点反感 这惹得村里所有的媳妇 都对她嫂子一片嫉妒 羡慕 恨 同时 又替瑶瑶一阵叹息 叶孝妈看着叶孝和嫂子 特别的开心 意味深长的笑说 十天后的今夜 就该看叶孝和嫂子的了 她嫂子脸上忍不住飞出两抹羞红 别过脸去 不敢看叶孝妈 也不敢看叶孝 叶孝却注意到 她眼睛的余光 悄悄地扫了眼对面人群中的吴松 吴松却没有看她 行晚释放回来的吴松 一直都独来独往 村里人看她不顺眼 她也不屑村里人怎么看她 如果今晚不是个特殊的日子 不是他们村子有史以来的从不改变的习俗 她应该不会出现在 这欢乐无比的人群中 篝火晚会一直到很深的夜晚才结束 人们目睹着摇摇 被她笑得合不拢嘴的妈妈送进嫂子的房间 这才意犹未尽的散去 叶孝莫名的感觉 吴松在人群中盯着叶孝 眼镜里带着仇恨和凶光 这个晚上 叶孝躺辗转反侧 莫名的不安 总感觉要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是后半夜的什么时候 叶孝正迷迷糊糊 便听到远处忽然传来嘈杂声 先是叶孝妈 接着是她嫂子 翻身起床 打开门去看 叶孝也跟着起了床 嘈杂声先是来自摇摇家的方向 接着 整个村子都闹了起来 没多一会儿 一帮人就跑到了叶孝家来 摇摇妈妈跑在人群的最前方 他们一家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摇摇妈就一把拉住叶孝 又是哭又是囚的 让叶孝带大家去找摇摇 原来 摇摇跟她嫂子进的房间后 竟然没有让她嫂子给她开光 而是一拳头砸晕了她嫂子 翻出窗子 逃走了 叶孝妈和她嫂子 忙上前劝说摇摇妈 让摇摇妈冷静点 赶紧带人找摇摇才是 别把希望寄托在叶孝身上 叶孝不过是个傻子 叶孝能知道什么 这不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错过抓回摇摇的最佳时机吗 摇摇妈便抹着眼泪 说她也是急糊涂了 十年前 摇摇的小叔就是不让她给开光 结果没出十天 便在后山砍柴时跌下悬崖 死于非命 摇摇可不能重走她小叔的覆辙 摇摇妈妈边哭 边转身 带着人群去后山寻找 叶孝却忽然叫住摇摇妈 傻笑着 说叶孝知道摇摇在哪 众人将信将疑 叶孝却傻笑着向后山方向而去 摇摇妈和众人忙跟了上来 半个小时后 叶孝在后山的丛林中停下 傻笑着 拿手向前指了指 众人顺着叶孝手指的方向 发现了一处密洞 摇摇妈打着手电筒 第一个钻了进去 众人跟着钻了进去 很快 摇摇便被众人揪了出来 摇摇在洞口看见了叶孝 叶孝永远都忘不了当时 她看叶孝的眼神 她是那么恨 那么欺然 她狂笑 她说想不到 自己会被自己这一辈子 最信任也最志同道合的朋友出卖 她更想不到 她这一辈子 最信任最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今会是个傻子 连出卖的朋友也不知道 自己是在干什么 只知道傻笑 叶孝抠抠鼻子 瞬息着手指 傻乱乎地笑得更欢了 她被众人控制着 推散着下山而去 这个晚上 回到家后 她被关在了她嫂子的房间 众人都没离去 都站在她家房子附近 严严实实地守着 第二天 摇摇妈妈一大早就来他们家 她带来了好些礼品 特别没开眼笑地感谢叶孝妈 感谢她嫂子 更感谢叶孝这个傻子 她说是叶孝这个傻子救了摇摇 从今往后 叶孝就是摇摇永远的兄弟 她会永远地把叶孝当作半个儿子 以后 无论叶孝遇上什么困难 只要她能帮的 她都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去帮 她说这话的时候 还有一无意地 拿眼睛去瞟了瞟她嫂子 她嫂子笑着 眼神却有些闪避 莫名地有点不自在的那种 从这天起 摇摇妈妈便经常来她们家串门了 她嫂子去地里干活 她便也会在不远处的 她家的地里干活 她嫂子去河边洗衣 她便也会端着盆衣服到河边去洗 就连每个黄昏 她嫂子去她哥坟边 对着天边的晚霞流泪出神使 她也会在不远处 悄悄地看着她嫂子 无力反而没再来夜宵家串门 也几乎很少在别的地方 跟她嫂子接触了 至于瑶瑶 却是在她生日的第二天 便离开村子 去省城的重点中学了 唯一没变的是 每个黄昏 村西都依然会传来 无松吹出的笛声 只是 真的没变吗 叶孝感觉那笛声更忧伤了 似乎是在向某人诉说着什么 这个某人 会是她嫂子吗 一转眼 便又是几天过去了 再过三天 便是叶孝十八岁生日了 叶孝妈不再让她嫂子去地里干活 也不让她嫂子去河边洗衣服 连她嫂子去她哥坟边 叶孝妈都不允许了 瑶瑶妈妈来叶孝家串门的次数 更频繁了 她总有说不完的话找她嫂子聊 反而跟叶孝妈 只是偶尔聊上几句 有一次 她离开之前 叶孝分明听到 她悄悄地跟叶孝妈说了句 越是最后的时间了 越是要看紧点 叶孝妈便也说 嗯 一定的 这几天只得辛苦瑶瑶妈了 一定不能让瑶瑶那样的事 在她身上发声 叶孝知道 他们说的她 是她嫂子 他们是怕她嫂子 也像瑶瑶那样 在最后的关头逃跑 他们知道 她嫂子是打心里瞧不起叶孝的 不会真心甘情愿地 在叶孝十八岁生日的当晚 给叶孝开光 把她那干净浇好的身子 让叶孝这个傻子给糟蹋了 再过一天 就是叶孝十八岁生日了 叶孝抠着鼻子 瞬息着手指 嘴里唧里咕噜的一个人 在村子里游荡 吴松却忽然拦住了叶孝的去路 她揪着叶孝的衣领 呃狠狠地警告她 如果明晚胆敢 她一定会咽了叶孝 把叶孝那玩意拿去喂狗 叶孝傻乎乎地笑着 半点也不知道怕她 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的样子 她气得半死 狠狠地在叶孝屁股上踹了一脚 这才放叶孝离开 叶孝回到家的时候 她嫂子在房间里换床单和被子 她是在提前为明晚做准备 将床上的所有一切都换上新的 叶孝妈和瑶瑶妈 在一旁开心地笑着 见叶孝回来了 还开始打趣叶孝 她嫂子却是脸红红的 满眼羞涩 都不敢看叶孝 这天 他们家的晚饭特别地早 他们吃过晚饭的时候 西边天上的晚霞正眼 木桐唱着童谣牵着牛龟来 整个村子一片悠闲祥和景象 叶孝妈去了院门外 瑶瑶妈陪着她说笑 她嫂子羞红着脸 把叶孝叫进了她的房间 房间里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木桶上方 萦绕着温热的雾气 她嫂子先是伸出 纸如包葱的嵌手 去木桶里试了试水温 接着 便更加羞红着脸别过眼去 看向别处 不看叶孝 一双手却在一点一点地慢慢下滑 叶孝穿在腰上的一条仅有的短裤 按照习俗 今晚 她嫂子就得为明晚预热 给叶孝洗第一次早 俗称长鲜 明晚 她还会给叶孝洗 不过 跟今晚不同 不单是给叶孝洗 她也会进木桶里来 试供浴 她嫂子刚要把叶孝腰上的短裤下滑过叶孝的关键部位 村西就忽然传来了笛声 那笛声时而忧伤 时而积怨 时而又满满的都是无奈和消沉 她嫂子的手竟忽然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 嫂子 其实 你不用帮我 我可以自己洗的 啊 她嫂子回过神来 叶孝却不等她再帮叶孝 早已自己脱光 扑通一声跳进了木桶里 木桶里溅起的水花 打湿了她嫂子身上的洁白的裙衣 那些打湿的地方 贴她身子贴得紧紧的 叶孝能特别分明地 看到里边的雪白和粉色的内衣 她嫂子更加羞红着脸 抬了抬手想挡 却又没有挡 叶孝抠扣鼻子 瞬吸着手指 对着她嫂子傻笑 转过身去 不准看 她嫂子娇称道 叶孝乖乖地转过身去 真不看了 她嫂子开始给叶孝搓背 叶孝撂想 她嫂子是羞红着脸 更加只看别处 不看叶孝的 不想 没多一会儿 她嫂子却忽然停下了手 很诧异地问叶孝屁股上 是怎么回事 竟然污了好大一块 叶孝便告诉她嫂子 是吴松踢的 叶孝还把吴松威胁叶孝 说明晚要是叶孝胆敢 真让嫂子开了光 她就会淹了叶孝 把叶孝那玩意 剪下来喂狗的话 也告诉了她嫂子 她嫂子没有说话 叶孝没有转过身去 不知道她嫂子脸上 是啥表情 弟 要是嫂子明晚真不给你开光 你恨不恨嫂子 好一会儿 她嫂子忽然问叶孝 叶孝还没回答 村口那边就忽然一片嘈杂 似乎还夹杂着哭喊声 叶孝妈很快就从院门外 跑了进来 对着她嫂子房间大喊 好像姚家大哥出事了 姚妈已经跑村口那边看去了 还让她嫂子快点 她们也赶过去看看 她嫂子便匆匆地给叶孝洗了澡 又匆匆地给叶孝换了条干净短裤 还背对着叶孝 将她身上打湿的那衣和裙子 也匆匆换了 这才盲羞红着脸 急急地打开门和叶孝一起出去 接下来 她们三个人便急急地赶往村口 到的村口 便见早已围满了人 姚家大哥像个类人一样跪在地上 在她手里捧着个黑匣子 匣子上面是张黑白照片 照片的主人 竟然是姚姚 姚姚妈披头散发 早已哭昏死在地 原来早在一个星期前 姚姚就因为旧落水儿童牺牲了 姚姚大哥是瞒着姚姚妈去学校处理的后事 按照他们村的习俗 姚姚大哥必须得在一个星期之内带她回村 天黑之前 还必须得将她安葬在全村位置最低的河坝上 只抱不住火 姚姚大哥终于不得不在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的天黑之前 带姚姚回村来了 姚姚妈刚醒过来 就一把从姚家大哥手里抢过黑匣子 抱在怀里 又一阵哭得呼天枪地 妈 都怪我 都怪我 是我害死了姚姚 姚姚嫂子却忽然扑通一声 重重地跪在姚姚妈跟前 又是哭 又是拿手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所有人都诧异地看着姚姚嫂子 姚姚嫂子这才告诉大家 其实 姚姚十八岁生日那晚 她根本就没有给姚姚开光 所有人震惊 姚姚妈妈更是一栋不动目瞪口呆 好一会儿 姚姚妈忽然抬起手 狠狠地一个耳光招呼在姚姚嫂子脸上 你这个害人惊 你还我姚姚 还我姚姚 姚姚妈还不甘心 还在继续狂扇姚姚嫂子的脸 众人忙上前拉住姚姚妈妈 姚姚嫂子这才更加气不成声地告诉大家 不是她不给姚姚开光 是那晚姚姚被大家从山洞里抓回去之后 无论她怎么努力 姚姚也反应不起来 原来 早在从学校回来之前 姚姚就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重什么药 服了之后 便会至少一个星期之内丧失生理功能 姚姚在十八岁生日的前三天 便服下了这种药 姚姚嫂子怕姚姚妈担心 没敢告诉姚姚妈 从那天起 姚姚嫂子内心就一直不安 总担心姚姚会发生什么 没想到 竟然会这么快 姚姚妈不再狂扇姚姚嫂子的耳光 她只是无比痛苦 绝望而又颓然地坐着 这都是命 十年前是姚姚小叔 十年后 是姚姚 这都是没有开光的乐果 她嘴里喃喃地念着 忽然 便抬起披头散发的脑袋来 看向夜笑 所有人 也都看向夜笑 明天 便是夜笑十八岁生日了 明天 就是全村人给夜笑举行成人礼 她嫂子给夜笑开光的时候了 所有人 都希望夜笑不再重蹈姚姚的覆辙 夜笑 你嫂子呢 姚姚妈忽然问 对 你嫂子呢 夜笑妈也忽然道 脸色也一下子有点慌乱起来 夜笑这才发现 原本站在夜笑 和夜笑妈中间的嫂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 全村人 留下几个帮姚姚一家 处理姚姚的事 别的人几乎全都帮夜笑妈 到处寻找她嫂子 连上午还踢了夜笑一脚的 吴松和她妹 也参与了进来 甚至 吴松跟她妹比任何人都还积极 夜笑却是跟在人群中抠着鼻子 瞬息着手指 傻笑 尤其是 对着吴松和她妹 傻笑 一直到后半夜 找遍了整个村子 连后山凡是人能去的地方 也全都找了个遍 也没见到她嫂子的踪影 夜笑妈终于不得不放弃 无比颓然而又绝望地挥了挥无力的手 让早已精疲力竭的大家散去 这个晚上 夜笑妈守在夜笑身边 几乎整夜没睡 夜笑却是损着手指 傻笑着 呼呼地一觉睡到大天亮 夜笑妈已做好早饭 夜笑端着饭碗吃得特别的香 夜笑妈却是看着夜笑 直流泪 一口饭也没有吃 早饭后 夜笑妈哪也没有去 就那么一直流着泪看着夜笑 半上午的时候 她终于坐不住了 忽然就一把拉着夜笑出了门 她带着夜笑 敲开了瑶瑶家的院门 瑶瑶家悄无声息 一片悲痛的气氛 夜笑妈把夜笑带到瑶瑶妈跟前 二话没说 便让夜笑跪下 夜笑听话的扑通一声 重重地跪在了瑶瑶妈跟前 瑶瑶妈吓了一跳 抬起披头散发的脑袋 拿一双哭得红肿的眼 看向夜笑妈 瑶嫂 你们家才刚发生了这样的事 本来我不该来打扰的 可是 我实在没办法了 那天 你亲口说过 从此 夜笑就是瑶瑶永远的好兄弟 也是你的半个儿子 瑶瑶小叔和瑶瑶的教训 是多么的悲惨和可怕 你一定不会希望 你的半个儿子 再重蹈瑶瑶小叔和瑶瑶的覆辙 求你救救夜笑 也只有你才能救夜笑了 夜笑妈眼眶一红 滚出两行泪来 痛苦地哀求道 瑶瑶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把眼睛看向一旁的瑶瑶嫂子 妈 我一定将功赎罪 代替夜嫂给夜笑开光 瑶瑶嫂子忙对瑶瑶妈妈许诺道 夜笑妈喜不自胜 绝望中终于看到了生的希望那般 眼眶里更加闪着晶莹的泪花 连连谢过瑶瑶妈和瑶瑶嫂子 夜笑妈还承诺 事成之后 一定按照习俗给瑶瑶挂红 并把羹牛卖了 给瑶瑶包个大红包 中午的时候 夜笑在村西的树林里遇上了无力 夜笑叫住她 把一个荷包递给她 让她转交给她嫂子 无力疑惑地一愣 夜笑告诉她 那是她嫂子的荷包 无力更加疑惑 却没有伸手过来接 夜笑便硬把那个荷包塞到她手里 这才转身便走 无松却忽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一把揪住夜笑的衣领 将夜笑往树林更深处的后山脱 无力吓得忙一边上前阻止无松 一边问无松这是要干啥 该死 无松没有回答无力 只是恶狠狠地瞪着夜笑 更加揪着夜笑的衣领脱向后山 哥 你是要弄死夜笑吗 什么叫我要弄死夜笑 他就一个傻子 是他自己走路不长眼 失足跌落到后山的悬崖下的 啊 哥 你真要害夜笑 不 不 你真要害他 除非你先把我也弄死 无力拼命地抱着无松的大腿 惊慌地哭道 无松停了下来 依然紧紧地揪着夜笑的衣领 夜笑张红着脸 呼吸越来越困难 都快要憋死了 傻子 记住 你他妈要是敢再胡言乱语 说些什么要我没把东西转交给你嫂子的话 老子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无松恶狠狠地威胁夜笑 直到他真的快要憋死了 这才终于松开揪着夜笑衣领的手 重重地把他推倒在地 夜笑大口大口地传了好一会儿 才从地上爬起来 无松还在恶狠狠地瞪着夜笑 夜笑抠抠鼻子 瞬息着手指 傻笑着离开了 很快就到了晚上 月亮爬上了山坡 把皎洁的银灰撒遍了整个村庄 因为不是自家嫂子开光 全村人没有为夜笑庆祝成人礼 没有热闹的篝火晚会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村子静悄悄的 夜笑的家静悄悄的 他嫂子的房间更是静悄悄的 不过 他嫂子房间的大木桶里 却早已准备好了满满一桶温水 那是今晚开光之前 夜笑要和瑶瑶嫂子共浴的地方 夜笑妈老是一会儿来她嫂子房间 看水冷没有 一会儿又去院门口张望 她还有些不安 她在望眼欲穿地 盼着瑶瑶嫂子的到来 好一会儿之后 远处终于有个人影 向他们院子这边来了 那人影越来越近 终于到得夜笑家院门外 夜笑妈这才看清 那人竟然不是瑶瑶嫂子 而是瑶瑶的妈 瑶瑶妈上前便给夜笑妈跪下 说她对不起夜笑妈 更对不起夜笑这个她的半个儿子 本来 瑶瑶嫂子是答应给夜笑开光的 可谁料 瑶瑶嫂子竟然在就要准备 出发来他们家时 身子突然提前来了 夜笑妈正住了 一动也不动 好一会儿 她才记得扶瑶瑶妈起来 说了些不怪瑶瑶妈的话 瑶瑶妈用看夜笑就仿佛看一具尸体那样的眼神 看着夜笑 好一会儿 猜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无比同情和痛惜的长叹一声 转身快步而去 天啊 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你要如此对我 要往我夜家 瑶瑶妈刚消失在远处的月色里 夜笑妈就仰天哀嚎 瘦弱的身子更是猛的一晃 夜笑忙上前一步扶住夜笑妈 她才没有跌倒 妈 地不会有事的 夜家也不会往 远处却忽然传来个声音 夜笑和夜笑妈忙转过脸去看 便见她嫂子 长发飘洒 白色的衣裙飘飘 披着一身月光 仿佛一个仙子一般向他们走来 这天夜里 在她嫂子的房间里 她嫂子拿出个荷包来 流着泪问夜笑 为什么要让无力把那个荷包转交给她 荷包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夜笑抠抠鼻子 瞬息着手指傻笑 她又更加流着泪问夜笑 是不是夜笑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傻 夜笑其实 什么都知道 夜笑依然抠抠鼻子 瞬息着手指傻笑 夜笑永远都不会告诉她 早在她哥生那种怪病 不治而亡后没多久 夜笑就知道了真相 是她哥先对不起她和吴松 她原本是吴松的女朋友 她哥不但抢抢了吴松的女朋友 还陷害的吴松坐牢 更威胁她 要是她敢不跟她 她就杀了她全家 她其实是个苗疆女子 他哥死于苗谷 夜笑傻于苗谷 只是她心软 下手没那么狠 而夜笑又早有防备 情况才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 这天夜里 她改变了夜笑 让夜笑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了男人 不知疲倦 一直到天亮 十个月后 她嫂子生下了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夜笑妈兑现了承诺 给了她嫂子自由 她嫂子跟吴松光明正大的走在了一起 夜笑也不再傻 活成了从前的样子 帅气 阳光 上进 吴丽又如从前一样 天天跟在夜笑屁股后面转 比从前还半点也不顾及自己女孩子的矜持 向夜笑表白 夜笑把她带到她哥的坟边 轻轻地拥她入怀 将脸贴着她的脸 告诉她 他哥欠他哥的 夜笑一定会加倍偿还在她身上 用一辈子对她好 晚霞染红西天 夜染红她和夜笑 轻轻贴在一起的脸 她眼含笑意 是那么美丽 那么柔情 又那么幸福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